我今天要多講關於使徒這方面, 因為它是非常重要的, 它是非常深刻的。 今天要多講關於使徒這方面, 那是非常重要的。 你今天要多講關於使徒這方面, 我們身體是神的聖殿。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。 因為他寫給哥林多, 因為他寫給哥林多, 因為他們寫給哥林多, 他們也在這邊建立教會。 那邊也有猶太人, 也有一幫人。 當然,我所說的, 這應該是非常驚訝的事, 因為神的聖殿有一個, 在耶路撒冷的聖殿。 在耶路撒冷的聖殿, 更加重建了聖殿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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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更加重建的聖殿。 更加重建。 更加重建了聖殿。 所以,他們問, 聖殿是神的聖殿? 不,聖殿是神的聖殿, 但是又重建了聖殿。 聖殿是神的聖殿。 也, 在耶路撒冷的聖殿, 這應該是非常奇怪的事。 為什麼? 因為聖殿的聖殿, 例如,柏拉圖, 以及很多人, 聖殿是神的聖殿, 而是聖殿的聖殿。 聖殿是神的聖殿, 而是囚禁人的監獄一般。 所以, 這是非常驚訝的。 因為聖殿的聖殿, 在聖殿的聖殿, 在聖殿的聖殿, 在聖殿, 在聖殿, 而是神的聖殿。 但是聖殿, 在聖殿是囚禁的。 更加上, 有些藉賓人, 在那時期的人聽到, 在那時期的人聽到, 他們感到很羞愧的一件事。 我們也看到, 在中國的思考方式, 身體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, 但它是與自然之間的移動。 它並不是極為重要、有價值的。 最重要的是關係, 父母、夫婦、 第一,第二,第三、三姊兒, 這就很重要的東西, 但並非身體中的關係。 而不是指你個人的身體。 所以我們看到, 基督教, 至少屬於基督教, 認為身體是非常革命的方式, 讓人聽到非常革命的方式。 在這裏, 巴勒說, 所有人的身體, 像是基督的身體, 像是很多人的身體。 但是他在寶劉的書中, 在寶劉的書中, 他在寶劉的書中講到, 在寶劉的書中, 他在寶劉的書中, 講到每一個人的身體, 就是聖徒的身體, 他在寶劉的身體。 在寶劉的書中, 他在寶劉的書中, 他在寶劉的書中, 是天主中啊, 他在寶劉的書中, 才寶劉的書中, 他在寶劉學中, 也在寶劉學中, 他在寶劉的書中。 當我們接受洗禮可以改正錯誤, 我們的身體成為神的聖殿。 然後聖靈來臨到我們, 也成為聖靈的聖靈。 這因此, 我們的身體非常珍貴。 這就是我所說的, 我們的身體是非常聖結的, 聖結超過教堂, 或是指建築物。 聖結超過教堂, 我們不會把聖餐灑在聖堂裡, 我們不會把聖餐灑在聖堂裡, 所以我們不會把聖餐灑在聖堂裡。 我們不會把聖餐灑掉落在聖堂地上, 我們會把聖餐灑掉在聖堂裡。 你開著你的嘴, 然後聖餐灑在聖堂的嘴裡。 然後聖餐灑在聖餐灑在聖餐裡。 當聖餐灑在聖餐灑後, 當然,聖餐灑在聖餐灑後, 在聖餐灑後, 聖餐灑後, 在聖餐灑後, 你覺得我如何做呢? 當然不可能這樣做。 聖餐灑後, 把聖餐灑由聖餐灑後, 然後聖餐灑後會拿到聖餐灑後, 我愛你